火纹对于修火者而言 便是实力的象征 叶晨收了悬焰之后 默默运转焚血绝 悬焰进阶 不仅让他能够外放火焰 同时焚血绝的威力 也提升了数成 让他的实力又前进了一份 叶晨目光闪动 接下来就要炼制那反天丹了 这才是重中之重 炼成反天丹之后 他的天腰血脉便会精纯甚至升华 让他的实力体质再次大幅提升 同时身体得到强化之后 叶晨应该还能够再次吞噬一些月夜灵髓 想到这里 即便是以叶晨的心性 目光也不由地火热了起来 这反天丹能够让他的实力前进一大步 实际上 叶晨现在靠着手中剩下的一枚八宝鬼佛舍利子 已经勉强能够面对一些恐怖存在了 不过 这毕竟属于外力 在叶晨看来 并不保险 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的实力 真正提升到更高层次 才能完成他与苏云烟的约定 将这为他求情的女子从被他人决定的命运之中解救出来 不过即便如此 叶晨倒也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闭目调膝了起来 他在令悬艳进化的过程之中 多少有些消耗 而炼制这反天丹 叶晨希望自己达到最佳状态 因为他不允许炼制的过程之中 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又过了一个时辰 叶晨才重新睁开了双眼 眼中神盲大胜 他一挥手 那得自李修元的丹炉 再次落在了房中 这一次 叶晨没有点燃丹炉自带的火种 而是手指一点 一缕蓝紫色火苗便飞落在了丹炉之中 瞬间 一层绚烂的火花在炉中绽放 玄寒玉的声音响起到 本来这丹炉用来炼制反天丹 品质还差了些 不过有了玄宴的火力 倒也勉强够用了 小子 开始吧 下一刻 叶晨眉头微醋 一股庞然信息涌入了脑海之中 正是那反天丹的炼制之法 叶晨揉了揉太阳穴 一边忍受着大脑的疼痛 一边消化着信息的内容 片刻之后 他便深吸一口气 浑身凌厉一盛 种种天才地宝 自储物袋之中飞出 缭绕在丹炉的周围 反天丹这种逆天至极的丹药 需要的材料自然不会普通 甚至有好几种 是在如今的域外完全绝技 或者是连乾坤净存在 都视若至宝之物 若是要叶晨从无到有地炼制一枚反天丹 他是绝对做不到的 况且以他的丹道修为 即便有了材料也很难炼成 可现在有了这丹胚 这一切便都迎刃而解 反天丹的丹胚便是使用那些极品材料 经过造诣极高的上股炼丹师 费尽心血炼成 现在叶晨要做的 只不过是将反天丹的药力催发 使其化成成丹罢了 比起炼制反天丹丹胚而言 这一过程可谓是轻松了无数倍 可对于叶晨而言 却也丝毫不得掉以轻心 在叶晨的法觉催动下 一份份材料落入了丹炉之中 在悬艳的灼烧之下 化为了精纯药力 突然之间 叶晨眼中金光一闪 手腕微动 一枚看起来颇为丑陋的灰色丹丸 出现在了那丹炉之上 这丹丸正是反天丹的丹胚 叶晨深吸一口气 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反天丹的丹胚 那被炼化的药力化为阵阵烟雾 融入了丹胚之中 而反天丹表面的色泽 也隐隐地开始变化 那灰色的丹壳 竟是被滚滚药力渲染成了七彩 就在这时 叶晨周身灵力骤然一胜 丹炉之中的悬艳 化作了无比强盛的火花 熊熊燃烧 整个房间的温度 也瞬间提高了无数倍 与此同时 悬浮在丹炉顶部的反天丹丹胚 终于落入了丹炉之中 轰隆一声闷响 自炉中传来 叶晨瞳孔瞬间收缩 眼白处更是浮现出了屡屡血丝 他一咬牙 浑身微微颤抖着 手中结印 几乎都无法把持 此刻丹炉之中 竟是爆发出了 一股无比澎湃的药力 就连叶晨 都有些控制不住了 这看似不起眼的 反天丹丹胚之中 竟然蕴含着 如此恐怖的药力 玄寒玉的声音 也凝重了起来 低喝道 叶晨 坚持住 继续将材料炼入其中 叶晨点点头 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水 他嘶吼一声 体内灵力在经脉之中 飞速地奔腾着 又是一块淡红色 宛若水晶一般的果实 朝着丹炉飞去 而在一份份材料 落入丹炉的过程中 也不时有几滴散发着 淡淡月滑的晶莹水滴 伴随着那些天才地宝落下 正是月夜灵髓 三天三夜之后 此刻的夜沉面色 竟是无比苍白 眼窝深陷 嘴唇干裂 眼中满是血丝 一副消耗过度的模样 但他的面上 却是带着无比激动的神色 仿佛丝毫也感受不到疲倦一般 这三天里 夜沉竟是丝毫没有休息的 炼制着那反天丹 现在 一切终于结束 夜沉咽了一口唾沫 有些紧张地 看着面前已经布满裂痕的丹炉 他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 这反天丹究竟炼成没有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一挥手 丹炉的炉盖瞬间打开 下一刻 极为耀眼的七色光滑瞬间爆发 而在这光芒之中充斥着难以想象的恐怖要力 光滑之中 隐约有一大一小两颗丹丸 从丹炉中飞出 朝着屋顶冲去 似乎就要破空飞去 可就在这时 白芒闪动 一道明印着无数符文的光幕 出现在了这两枚丹丸之前 正是夜沉之前布下的阵法 蓬蓬两声闷响 这两枚丹丸撞在了光幕之上 却是没能突破阵法的防御 被弹回了屋中 而此刻的夜沉眼眸之中 则是无比浓郁的喜色 他一挥手 强大的灵力 瞬间化作了一只大手 将这两枚丹丸抓在了掌中 他成功了 不仅是炼成了这反天丹 而且正如玄寒玉所说的那样 得到了两枚承丹 夜沉看着那两枚宛若发生了 蜕变一般 无比夺目的七色灵丹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畅快的大笑 他略微平复了心境 便将两枚丹药 小心地收入了一个玉瓶之中 然后推门而出 鬼暗城之中 两道身影宛若幽灵一般 从无尽的黑暗之中闪动着 仔细看去 这两人一人金发金眸 容貌英俊 一身金袍 另一人则是神色淡漠 眼睛有些冷 这两人正是徐胜龙和夜沉 很快 两人便离开了鬼暗城 来到了一座偏僻的荒山之中 夜沉的目光一阵搜寻 突然一亮 便带着徐胜龙 进入了一个隐蔽的暗游之中 两人一落地 徐胜龙便有些不解地问道 夜大哥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他一双金毛 扫过这黑暗的深渊底部 难道这里隐藏着什么宝物 夜沉微微一笑道 马上你就知道了 说吧 他手一挥 竖道白光一闪 落在了这暗渊的各处 徐胜龙定睛一看 只见这白光 正是一枚枚震盘震气 下一刻 一道白色光幕 将这暗渊的中心笼罩 随之一闪便消失不见了 徐胜龙的表情更加地不解了 夜大哥为什么要在如此偏僻之处 布下阵法呢 就在这时 夜沉拿出了一个浴瓶 他缓缓地打开瓶盖 以为看起来有些小 通体散发着极为绚丽的七色光滑 但光滑之中 隐隐有一层宛弱月光般的皎洁光滑 笼罩着整颗丹药 而在这丹药的表面之上 赫然带着两道极为繁复的花纹 夜沉不仅成功练成了反天丹 而且这反天丹之上 还拥有两道丹纹 这丹药出现的瞬间 徐胜龙便是神色一变 看着这丹药 他的内心之中 瞬间涌起了一股 无比强烈的冲动 他身为妖族的本能 竟是对这丹药渴望无比 徐胜龙口中发出了一声唬吼 神色与发凌厉起来 似乎就要不顾一切地朝着这反天丹扑去 不过在最后一刻 徐胜龙眼角的余光 扫到了夜沉 他的筋眸指中闪过一抹挣扎之色 竟是强行将这几乎无法抗拒的本能压制了下来 他微微偏过头 强忍着对这丹药的渴望 焦急地向夜沉问道 夜大哥 这丹药是什么 快收起来 我不知为何 对这丹药渴望至极 夜沉见状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暖意 他微笑道 你不必克制 这丹药就是为你准备的 徐胜龙文言心中一惊 为自己准备的 夜大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夜沉继续道 这丹药名为反天丹 是上古神丹之一 妖族服下便能够血脉反祖 圣龙 你的体内拥有赤月虎王的血脉 若是浮现了这枚丹药 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反祖成功 徐胜龙文言 眼中浮现了一抹难以置信 以及狂喜之色 但却依然咬着牙摇头道 夜大哥 这反天丹既然如此珍贵 我只是你的随从 又怎可服用呢 还是大哥你自己使用吧 徐胜龙知道 夜沉体内也拥有妖族血脉 反天丹对他也是有效的 夜沉却是淡淡道 这反天丹共有两枚 这枚属于你 可徐胜龙却还是摇头道 夜大哥 将来还会有比我的资质 更加优秀的妖族追随于你 到时候 这反天丹 绝对是用以施恩的绝佳之物 况且即便留下 也可以给大哥的子嗣后代使用啊 夜沉微微皱眉 面上浮现不快之色沉生道 好了 你不必多说 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婆婆妈妈的 我说了给你就是给你 圣龙 我一直将你当做我的朋友 甚至兄弟 难道将来你手中有什么宝物 对我有用的话 你也希望我像你现在这样 找一堆的理由拒绝你吗